上星期 来日立委为监院人事起冲突 国民党叶宇兰狠狠抓住 民进党邱宇盈的头发一阵猛扯 这个动作也让他获得拉法业称号 特别感谢邱义盈邱委员 那天他要这样子的加码演出 而且来指定打击的方式 就远远的冲过来 当时的确是把我的肾上腺素给激起来了 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跟人家打架 女生在打架的时候咬人或扯头发 有习惯的动作 那就是女生 他跟我们男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第一次打架 恐怕我们也不见得能够相信 第一次打架却很劲十足 答案就在脸书上 邱义澜说当年在警大念书时 受邀到美国学校表演 撂倒四名壮汉 四十多年后把警大学到的战绩 用在执政党立委身上 他的同党同事也不遑多让 监委人士投票当天 全副武装的陈玉珍 不但把手伸进林长卓口袋 想长走选票 还用钢头鞋踢到范云额头 从陈玉珍到叶玉兰动作一个比一个大 让人不禁想问 国民党只剩女生能打了吗 可能有一些这一次的女生率 有比较多吧 或者是有一些 他们可能新进来比较不清楚状况 那导致这一些插枪走火的情况 这个都很明显 就会伤到人 其实这个真的我们要禁止 在一场里头 当我们在文工或是舞斗的时候 我们想的都只有敌我 绝对没有男女 陈玉珍说没有儿女私情 但之前才和大学同学 郑运鹏学长中嘉宾合照 还透露自己喜欢有文学气息的男生 甚至用了这张八年前 和现在差距有点大的照片 玩交软体 似乎和自己的说法相互矛盾 身高不是距离 体重不是压力 年龄不是问题 三步 性别没有关系 开玩笑 外表那些其实我没有非常在意 最好能写文章 立院全武航 意味着让国民党女立委的严刑举止成为媒体焦点 我们刚才有看到这个陈玉珍委员八年前非常青涩的照片 不过现在在立法院陈玉珍的形象倒是跟之前很不一样 好人家说他们现在是国民党的舞斗族 包括他跟叶玉兰现在被封为拉法业 因为他去扯这个蚯蚓的头发 所以有一个新的封号叫做拉法业 好我们想请教绍婷一允的事 大家在说现在国民党的策略是不是说文公舞斗 舞斗的部分就是在立法院 好反对民进党的反对执政党就用冲撞的 好那因为国民党也没有上直悬台嘛 那现在文公的部分呢 不管是讲三倍劝的乱象啦 或是在讲这个苏正清跟苏嘉全 是不是有涉嫌涂利这些事情 这是不是现在国民党的一些路线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就事论事 我觉得就这两年国民党开机者会对这个印尼的这个事件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国民党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故事 这是根据一份解密的外交文件 这是有人有事有时 而且这是正式的公文 刚刚我看苏正清委员在那边喊说 这会不会又是一个捏造的文件 我觉得那好啊 既然这文件是外交部的文件 你就请外交部出来说明嘛 你把这文件拿出来啊 其实这文件这个国民党在党团开 在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也都已经秀出来这个文件嘛 这文件有日期 有时间有格式 有整个外交部文件的规格 跟它的格式 如果苏正清委员 或者相关人士觉得这个文件是凭空捏造的 那你就告误告嘛 对不对 你就去告说这个根本就是 不是只有说什么妨碍民意而已 你讲这个根本就是凭空的故事嘛 对不对 这个文件里面是我们的驻印尼的大使 写的电报回来我们的国内的经济部 当时我们的正式 就王美花 现在的部长 他也认同我们这个部长所谓的 我们的国会议员 我们的立委居然带着我们的国营企业到南向去 南向政策是蔡英文的政策 这个没有问题 问题是你怎么会带着这些国营企业到南向国家去 跳过我们的驻外使馆呢 也跳过外交部 也跳过经济部 那你到底为什么要跳过 你跳过的目的在哪里 对不对 而且从这个电报上面讲的 这也不是国民党讲的哦 从105年的8月9月 从苏正清委员到9月份的苏家全院长 跟苏正清再一起到印尼去 又是同一个集团 叫做洋运集团的安排 那负责人高寿涛 有公司有名耶 那你为什么不找出来问清楚就好呢 难道只有苏委员你讲了两个字 捏造的这个公文 那你就可以把它带过去吗 是不是这样讲 我觉得根本就是在转移焦点 所以如果王美花 当时的政务次长 他如果不优秀 蔡英文会升到做部长吗 那他是也是肯定这个 我们驻外使节 他所写坏的这个公报 他讲的一清二楚 他上面写得很清楚哦 他说怕被若干中间人操弄 得到个人的实力 这都不是国民党讲的耶 这国民党把一个解密的外交文件 在去年12月31解密了 今天才有人露出来 你说露出来也是露出来 问题这不是一个密件的嘛 这也没有违反任何的法令啊 这有人看不下去嘛 我就是觉得刚才庆锋 他讲话 可能他在党中央工作 讲的比较保守啦 其实就是凸显出 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 就是账糖账糖账池什么都账嘛 是不是这样讲 刚才讲说 这个没有对价关系 我请问一下 在这个公文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不只是8月9月 整个我们的国会议员 带糖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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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即使好你说你拿出证据来 到底他拿了什么好处 涂了什么力 请问一下 第一点就一个在野党的角色 我们要现在的执政党 说清楚讲明白 政治查清楚 这个不对吗 这个全体的国民不想知道吗 是不是这样讲 第二点 这根本严重违反了行政程序嘛 为什么我们的驻外单位 就在印尼那边 就我们的国会议员要去参访 我们的国营企业要去 而且刻意的说 你不能够让他们过来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难怪有人在讲 他说南向政策 本来蔡英文一直说 我们是用国家队在打 现在感觉好像苏家队 苏家全院长加上他的侄子 苏正清委员 那不是叫苏家队吗 那到底我们的整个国家的南向政策 这个战略的地位 跟我们所要得到一些外交上面 对国家有帮助的 会不会因为这样跳过 我们整个驻外单位 那也莫名其妙的 被中间的团力所谋取利益 这当然要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嘛 是不是 国民党现在一直拿出说 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密件 我们来请教温大哥 刚才少廷议员直接讲 他认为说国家队现在看起来很像就是苏家队 不过苏正清跟苏家全是认为说 其实光秘件上面的日期就错了嘛 而且他们2017年根本两个人出示这个出入境的证明 通通没有去过印尼 所以认为国民党这是一件乌龙的爆料 温大哥 把苏家队形容成国家队是何德何能 这个不太可能的事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被爆料的苏家班 不是对 就一个唐农铁工厂的总经理就被拔掉了嘛 那可能后面那次黑手发现说 这米有好 打这一个国营的 让你苏家全就重创 然后再丢出第二个 问题是外交密件 外交密件有解密 这个很短的时间就解密 所以只要陈中本人或者是说外交部 吴钊先生那边赶快把原件调出来 那以遭公信嘛 事情就出来了 就摆平了 各位要了解 南向政策不是蔡英文开始的 是从李登辉 李登辉当时他当选民选总统之后 他到新加坡到印尼到泰国一路下来 为什么呢 各位不晓得印尼跟我们的密切关系 不是只有说水牛 台湾的水牛就是印尼总 因为荷兰人殖民台湾的时候 就把印尼的水牛拿到台湾 变成台湾湖了 印尼本身跟我们的军事合作 各位大概难以想象 我们汉光演习打的鱼雷 那是印尼引进的 是透过印尼去跟德国或跟荷兰买了 然后经过他们再转售给台湾 台湾跟印尼有这么好的关系 不是说只有台糖 国营企业去印尼在那边交涉 把台湾跟印尼的关系 看得太低了 真的要做糖的生意 找白家丽老公就可以了 虽然她老公已经死掉 但不需要去动用到说一个立法院长 或现在总统五秘书长 乃至于说苏正清这样的资深立委 另外一个各位要了解 为什么说外交体系不做 李登辉时代 国民党时代的李登辉团队所信任 李登辉在总统任内 本来要到以色列 到枯墙去朝圣 那经过哪里 约旦 结果被外交部把它曝光 你就知道说 从李登辉开始以来的绿营 从李登辉本人到阿扁 乃至于到蔡英文 对外交体系是非常不相信 他宁可相信什么 国安系统 因为外交体系是老男男 都是宋美龄 都沈昌焕这一批人所养成的外交官 他们自视甚高 他们是以郑南齐 算是在政府的团队里面 所以我相信那些外交秘件 以罗志强他当过总统副秘书长 你们敢这样子在那边开记者会 你不是立法委员 也不在立法院里面 你没有保护伞 会告诉他们的 他们现在认为是乱枪打鸟 反正我就 你看 唐龙就中枪了 打掉了他的总经理 现在印尼有这么一个文件 解密了 我就拿起来作秀 这个文件太容易造假 我想这是一翻两瞪眼 反而是那位女立委 什么拉法越 我跟你讲 恰杂务 没必要再给他败 你本性本来就是那副样子 用拉法越是毁损了 他法国跑到美国去打独立战的 那个拉法越本人 然后那个谁 陈宜珍 他说他三部 三部其实 他的所谓三部 当然跟两岸的三部不一样 蒋经国的三部是 不谈判不妥协 这个不来往 其实他的三部应该是有点像谁 他有点像施明德 施明德有三部 施明德对女人有三部 第一个不主动 第二个不拒绝 第三个不负责 所以陈宜珍应该去拜施明德为事 其实讲到国民党 大家也会联想到说 其实最近这个共激 真的是非常频繁扰台 到底执政党或在野党 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现在我们来看到 其实美国众议员约获 他准备提出一个 防止台湾被侵略的法案 这个法案到底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一旦通过 会授权美国总统 当中国侵犯到我们台湾的时候 美国是可以动用武力的 详细的状况 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 讲到中国 中国不只是对香港 对我们台湾 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跟阿霸 我们先来请教这个庆锋主任 因为其实美国的众议员 准备要提案 要提一个防止台湾遭到侵略的法案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未来如果中国真的犯台 美国总统是有权可以动武的 另外其实像是讲到中国对于香港 这样强硬的实施港版的国安法 英国也准备要宣布 要终止跟香港的引渡条款了 所以中国这么阿霸 其实世界各大强国是看不下去的 分两个部分来讲 一个跟台湾直接相关 一个是国际上的情况 台湾的情况 台湾说大概最近你知道 这个我们家 这个肖美勤主美代表 刚刚要去美国 那他特别强调说 台美关系要进一步发展 然后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们从这一阵子以来 中国的军机军舰扰台的次数增加 坦白说我们也要意识到 台湾自保能力的这个强化 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国舰国造 或者是这个国机国造 但是采购适当的武器也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对美的军事采购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展 但是这个情况大家要拉回来看 其实重点是在跟台湾的安全是有关系的 刚刚主任提到过了 那个自保能力的加强 另外也要寻求这个国际的援助 其中美国的因素当然是很重要 我们不否认 那这个法案当然现在是在演你 这个美国的立法如何能够提升台美的关系 一部分跟台湾本身有关 一部分我们不否认 也跟中美之间的对峙是有关的 如果中国对侵犯台湾的这一个企图 没有放弃的话 这个法案的核心精神就是在之前 根据台湾关系法里面 授予这个武器的这个之外 如果有受到武力侵犯 那么美国可以获得授权 国会可以授权总统动物 这个当然对台湾的安全保障 是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当然不乐见打仗 但是这个当然保障是往前迈进一部分 那未来发展我们再持续宽住 第二个部分你刚刚主任提到过 这个国际上的部分 中国其实面对的情况是很复杂 你看包括东海的钓鱼台 南海的部分 那台海之间当然有这个 这些侵扰的事件 陆陆的部分你看中印的 中印边界的冲突 还有这个朝鲜半岛的紧张 在他们自己国内部分 包括香港问题 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也是 那根本不要小 内部里面有关的洪水 防疫的可防可防 内游外患超多 包括他们脱贫的目标 所以他面对的情况 习近平面对的情况 其实是很严峻的 这个严峻的情况之下 他如果是面对国际上的 这个互相交手 其实他们要面临很大的挑战 比如说香港事务 香港事务现在这个中植 英国中植引渡 就是因为你国安法上路 港版国安法上路 严重违背了中印的 这个联合声明的内容 所以他对这个部分 要展开制裁 而这个制裁 其实之前美国 对香港新疆跟西藏的制裁 早就已经开始了 比如说对于涉港事务 新疆或者是西藏部分 违反自治 或者是这个人权自由的部分的 中共的高级的这个官员 展开制裁 包括冻结他们的资产 跟拒绝他们入境 更进一步 还有企业的制裁 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显现出来 这个国际上对于中国之间 跟中国之间的交往 已经我承认是很紧张 当然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 我们当然也要密切的关注 但是无论如何 要清楚的辨别 就是我们加强自保之外 跟美国关系的提升 这个部分在现阶段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中国自己有自己的挑战 也值得后续去观察 真的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是非常微妙 我们接下来请教明玉姐 美中现在是不是也暗藏角力战 包括我们看到前几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他在他的推特上面 放出了这张照片 这个是他们家的宠物狗 好 那地上的这个呢 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就是维尼熊的玩偶 那他放出他们家的狗狗 在玩维尼熊 那个维尼熊到底是在剑指谁呢 来明玉姐帮我们分析一下了 当然啦 蓬佩奥他的这个 这个因为他很喜欢 那些爱犬 爱犬这个五月份才 是他们家的新神源 所以他当然就是比较 轻描淡写 是有命名吗 哎呦 这个是爱犬的这个宠物啊 但是大家就不要太在意 可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维尼熊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习近平嘛 因为当年习近平去访问 这个美国的时候 跟欧巴马走在一起 所以就有这个维尼熊 跟那个跳跳虎 所以这个 这个还有一阵子啊 这个中国大陆 就是认为说 这是有贬义的 所以还把这个维尼熊给尽了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这个维尼熊 在讲这个习近平 可是你这个蓬佩奥 这样确实是 让大家外界觉得是 你是有挑衅的意味啦 你那个玩具哪里不好放 你放在一只狗的旁边 那感觉就是说 这狗要嘛不是在逗弄它 那要嘛就是说 你是想要这个要咬它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你这样子的举措 是不是认为说 美国你有在玩弄 这个中国 你根本不用讲说 还有眼尖的网友 发现那个维尼熊旁边啊 摆的是一只大象 那大象就是进度的一个象征嘛 那刚刚那个金工主任有讲到 对中印冲突 那是不是美方在这个中印的这个 这个冲突当中 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非常挑衅啦 所以你说他这个会心一笑 所以马上有四万人 讲了很多事耶 对就四万人 四万网友按赞啦 那当然我也是觉得 我赞同这个新峰主任讲的 其实现在开始 美中的角力是非常的诡诀多变 你包括美国 他现在整个到11月 他是要有总统的大选 那现在看起来 其实对川普来讲 他头也蛮大的 你现在包括就是说 他的疫情整个压不下来 就整个六万六万六万 整个跳上去 三百四十万人确诊 那所以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紧接着来还有经济的压力 所以他是不是 就是说要把这个压力 要转嫁到中国的身上 这当然是川普的一个策略 可是你对习近平来讲 他的挑战更大 就是包括你现在 长江的水患 已经一个半月了 到八月份还会继续 看起来都完全不止的一个状况 你接下来 还有这个粮灾 粮灾的问题 现在很多 很多这个中国的灾民 都会担心说 天哪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要吃蝗虫便 吃蝗虫大餐了 所以还有交叉疫情的关系 还有整个经济复苏的关系 所以这个等于这个数在牵动 那你习近平那么久 又没有露面 但是刚刚讲的 那个飞机战机 还有这个南海的一个问题 你通通 是不是要把出口转外销 对对 就出口转外销 就是你内政压不住 那你最好的方式 要转移焦点 你就是在外交上面 或是在两岸关系上面 你做一些民族 民族这个情绪的一个挑拨 所以我认为 就是说到11月总统大选之前 还有中国的内政问题 都无法处理之前 两边都想要出口转外销 就是变成把内政的问题 就变成这个转移焦点 变国际化 所以唯有这样子 大家民族情绪激起来之后 我认为台湾在这方面 还是要蛮谨慎的 那不可否认 就是说你中 你现在美国去祭出 那个就是说 这个协防台湾的 这样子的法案 确实是对台湾 已经算是最友好 近年来最友好 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 可是你看中国方面 他是不是开始要 想方设法的来报复 那他报复的点 除了说港版国安法 他就用这个 我们香港的 这个驻港的代表 他就不给你签证 就开始做一些 这个反制之外 我认为在剑拔奴张的部分 我觉得台湾还是要 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没有错 其实看到中国这个所作所为 大家还记不记得 其实之前有一位呢 中国的法学教授 叫做许章润 好他那时候呢 被以这个嫖娼啦 嫖气的罪名被抓走了 那最近这几天 他也是获释了 不过他讲了一段 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如果政体的恶职 不改的话 那全球珠邦防范 造成孤家寡人 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啦 如果中国政体再不改变 杂班会变成孤家寡人 少廷议员 这个孤家寡人 是不是有两层含义啊 第一层孤家寡人 可能是皇帝啊 寡人 另外一种就是无朋友嘛 少廷议员怎么看 当然中国的道路 它内部 不是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制度啦 它内部 它自己的一套的 一个运作方式 非常高压吧 它是一种高压的方式没有错 那所以我们台湾 包括国民党一直提说 我们是自由民主嘛 台湾是一直是这样 所以本来就不是 不是一国两制这个问题 不过回到这个美国 川普这个问题 我刚才其实我有顺着 庆丰这个议员讲的 其实我觉得 最近华盛顿邮报 因为他们离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越来越靠近 他们11月份就要投票 那很明显现在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候选者 已经极其直追 甚至民调上面 已经远高于川普十几个percent 那川普在今年整个 从疫情的方面的控制 还有包括整个经济 比如说对中国的 这个贸易制裁等等 其实他都是反复不定 而且非常非常的 夸张的一些做法 像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他在疫情的时候 居然还鼓励大家去喝什么 消毒水 他说喝了消毒水 我听说美国还真的 有人去喝了消毒水 还真的有人这样送医嘛 非常的荒腔走板 那其实刚才明显有讲 其实整个国内 美国国内 从疫情到经济问题 让整个川普 试着要把这些 注目的焦点放到国外来 所以说 为什么华盛顿邮报的人 他会写到说 其实川普的连任 恐怕对台湾的民主 不是一个好的一个预测 因为大家想一想 最近整个台湾海峡 还有南海 已经被外媒觉得说 好像快要变成一个世界的火药库 美国的航空母舰 什么时候会两台一起出动 来到南海去演习 跟着中国大陆在那边对峙 那重点来了 那万一真的如果台海有战争 大家又预测 川普是不会为了 他的盟友去跟北京翻脸 所以我才讲说 大家一直在讲说 川普一直在操弄 这样的一个三面手法的话 其实当然他为了是 如何寻求一个方法 让他可以11月份顺利连任 但是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台湾不要变成是一个牺牲者 所以两岸 台海两岸会不会战争 我相信没有人希望战争 刚刚我看你们讲说 有40%的人他愿意上战场 50%的人不愿意 但是我认为战争 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大家都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但是有能力去化解 两岸现在紧张的情势 我觉得执政党应该想想 什么样的办法 因为毕竟执政党 两岸外交国防 就是执政党的 他的一个责无旁贷 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在此还是要去呼吁 蔡英文政府 不要在外交上 过度的倾向美国 过度的压在川普这个上面 这样的话 两岸之间的紧张 不是台湾人的福气 大家想一想 过去美苏在冷战的时候 大家都那时候都想说 什么时候一个按钮按下去 可能核武就上去了 但是他们都还有一个 留有最后一个热线在那边 美国总统跟苏联的总统 他有最后一个热线 至少就是说 我们要在真的要爆发 什么样冲突性的战争 或者什么样的行动之前 大家还是能够冷静下来谈一谈 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两岸 从一开始 所谓的什么这个 看了不回 到现在根本就是关机状态 所以我这边还是要呼吁说 其实现在的执政党 两岸的关系 不要搞到那么紧张 那我觉得也不要过度的偏向 美国 这才是台湾的一个福气 其实大家都不太希望走到开战那一步 庆锋主任这边要补充 我简单的补充一下 大家都不喜欢看到战争 但是刚刚邵权圈有一点 我就是要说明一下 是包括香港跟台湾都一样 香港问题会发生反送中 并不是因为中美的对峙产生的 台湾 台湾跟中国之间目前断线 不是因为中美的贸易战 这一两年才产生的 民进党的蔡英文一当选总统 中国共产党就是用这种方式 在处理台湾对中国的关系 所以一码归一码 我们在这个局势之下 我赞成要小心 但是这个英国关系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 我觉得当然不容易 我强调是不容易 但是你说中国跟台湾断线 难道是蔡英文总统 难道是民进党造成的吗 我想这个部分不能混为一谈 我补充一句就好 清风刚才举这个例子 其实有一点怪怪的 因为香港本来就是一国两制之下 属于北京他们直属关系 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今天执政党 不管今天国民党当执政党 或民进党当执政党 你都要面临两岸关系 那为什么过去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不会这样子以图不回 还签署了协议 对不对 通商通有 但是我也没有损失任何我们的政治利益 非常简单 因为中国就是反独触懂 香港跟台湾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位置 所以不能这样比喻的 我刚才只是要尝试说明一点说 不要误把香港问题跟台湾问题 全市城市 它就是中美对峙的一个棋子而已 香港问题有香港问题发展的脉络 台湾有台湾发展的脉络 基本上大家都很清楚 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 中国反独触统 去围堵 希望用九二共识 回到一个一国一制 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 这个历史的脉络 不单纯只是因为中美的脚 对 两岸关系也考验蔡政府 蔡英文总统执政的能力 不过大家都真的不希望 走到开战那一步 但是如果万一 有一天真的要上战场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网络媒体的民调 有高达49.1%的人是不愿意上战场的 不过同时有40.9%的人 他们是愿意的 好那这份民调该怎么来解读呢 虽然有人愿意 但是有人真的也不想要去牺牲生命 但是问题是 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台湾人越生越旧 其实今年2020年从1月到6月 这半年来的统计 出生人数是低于死亡人数的 那人口负成长 接下来社会要怎么办呢 广告一下稍微回来 继续来看 整排新生儿刮刮落地 带来新希望 但以往出生数大多比死亡数多 不过今年1到6月 出生人数只有79,760个人 死亡人数却高达88,555个人 整整多出8795人 死大余生 确定人口负成长 刷新历史记录 出生量不到8万 这是从1950年以来 中华民国在台湾以来 从来就没有生过那么少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发现 这个我们讲所谓的生不如死 就是死亡数呢 是比出生数要多 不只生的少孩若不服出 上半年从外国迁入的 八千之百多人 千出却多出一万六千多人 也装记录 学者解读除了疫情封城难以回台 台海紧张也是原因 下半年想补回人口缺口也很难 今年结婚对数比去年少了六千对 这当中有多少人会生小孩 还是未知数 除了今年会破底 明年状况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后年呢 各位知道后年是哪一年 后年是虎年啊 所以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看来今年情况不乐观 明年也可能回不来 那后年又可能更糟糕 不止今年学者预估到虎年为止 人口将连续三年下降 重壮年的压力越来越大 人口怎么止跌回升 将成为政府一大难题 好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 内政部的最新统计 我们一起来看这张图表 在红色的部分 红色的线就是指出生的人数 好 蓝色的是死亡人数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2017 2018 2019 都是红色的线在蓝色的线上面 好 那看到2020突然降这么多 大家先不要那么紧张 因为目前2020还没有过完啦 所以这是统计上半年 只是也让大家有一个警讯 因为说出生人数79,760 已经低于死亡人数8万多了 我们赶快来请教温大哥 这个人口负成长 接下来怎么办 除了以后这个壮年世代的压力更重之外 以后做工作也找不到人 如果真的有一天要战争 也找不到军队 是不是这样子啊 温大哥 我想那个少子化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并不是只有台湾才发生 那除了说鼓励生育 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当然是 你的社会福利要好 你社会福利好 就像过去当1949年 国民政府流亡来台的时候 他们对他 跟随他们来的这些军工教 多多生 非常鼓励啊 就是说你能够生三个五个 七个八个 每一个都是有帮你这个算补助 那当然此一时彼一时 所以刚刚讲说生不如死 那个是有点 这个成语的错用 我倒也觉得 碰到这种情形 唯一的办法 你就让在大陆的那些小民 跟小小民回来 那些是黑胎 台湾根本搞不好 如果说开放这些小民 跟小小民真的回到台湾来 我想搞不好就翻转 这个生育率就跳起来了 如果说再把美国生的这些 台湾的下一代 也通通召回来 那不得了 那逆势成长了 对 就是说你把这个小民挡在外面 不让他回来任中归族 你把美国那边的 那边的中街 你赶快开个门说 欢迎不要什么14天隔离 赶快ABC的通通回来 然后报户口 我想台湾的这个少子化 大概会马上不是生不如死 是死不如生 所以各位要了解 这个数据会骗人 但最重要的是心 因为刚刚一直提到了说 将来会不会因为少子化 然后这个真兵制度 或者是冲严兵会不够等等 对 很简单 你要不然就是学以色列 以色列是全民皆兵 瑞瑟也是一样 再不然 好 浩斯兰座 这些是现在少子化 世界各国的一个通病 你就学法国 成立什么 佣兵 真的 你不要这个外劳 外佣 我们也要开始 培植佣兵 佣兵只要看到老共 看到 426 就全部杀 这就解决了 对不对 所以一定有解套的办法 不要说到时候 切没兵 那也好 有钱的 一定要切没 佣兵 去法国 去法国取经 台湾 台湾人也有人在法国当佣兵 有两个 至少有两个 请这两个人回来当教官 把那套制度引进 到时候 打老共 杀得比谁都还猛 来这个 现在人 越生越浮 这到底要怎么办 来 庆丰主任 刚才我们看到新闻里面 专家还用了很巧妙的成语 说生不如死 当然有一些双关的意味 可是 这真的也是未来执政党的考验 这对每 任何一个执政的政府 都是很大的考验 不过刚刚温森大哥 已经提到过了 这恐怕是 基本上是 全球性的问题 同时呈现少子女化 跟高龄化同时呈现 整个人口结构都拉长了 不一样了 所以它当然会影响到 大家担心说 一个国家里面 未来的年轻人的 劳动人口 人力资源 它的抚养比的问题 那你当然也会担心说 这个人力资源 是不是在各个产业里面 能够提供足够的人口红利 但是我强调 即使是在先进的国家 现在的国家也有 这个问题 也必须要这样面对 你政府当然要去因应它 它恐怕不是有特效 要可以解决 刚刚温森大哥是举例说 以兵远来讲 你举例说是佣兵 那或许在教育的领域 用什么方式处理 在产业引进 白领人口的时候 怎么处理 或者是说 你在社会的福利领域 让生养更为负担小一点 这是一个处理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实务上 不容易在这里 搞不好花两个小时 两天的研讨会 都讲不完 甚至有人觉得说 你少子女化 也衍生高龄化 那你怎么样跟年长者 跟这个青年世代 怎么样能够在一个社会里面 共同的能够去 促进新的一个经济形态 不太容易 那我承认 我承认一般来讲 而且如果选举到 这个都被拿出来讲 对 这个人口减少 因为大家都不敢生 所以政府要去解决 相关的 包括房价的问题 低薪的问题 社会福利 低薪的问题 如果不要诉诸情绪的话 就逐项逐项逐项 列入整个内政 这属于内政领域 基本上是内政领域 把它变成是一个重要的议程 然后看看一个国家的财政规划能力 能解决的 就逐步往前 不是那么容易 就好像都会衍生到 年金的问题 低薪的问题 那恐怕没有办法泛泛之论 也不容易用情绪来解决 我是蛮赞成刚刚温森大家提的 具体的问题 具体来一项一项处理 没有说一定都是悲观的 要不然 这个你说可能在其他国家 欧中可能更严重了 那在其他国家也都有这种情况 包括我们亚洲 新加坡 可能日本都有同样的问题 没错 对那不用 不一定要起人忧天 但是对这个人口结构的改变 必须要有因应的这个对策 要有因应的对策 这真的非常重要 不过大家刚才讲到社会福利 这真的是大家关注的 其实现在除了有三倍券之外 其实是今天 在刚才两点多的时候 有抽出这个一文一放券 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抽到 好 奥勒白还要再抽 奥勒白要抽什么 要抽动资券 好 动资券到底可以买什么呢 广告之后我们来告诉您 夏天就该奔向大海 立委教你怎么嗨 浪打上来还有点水 就赶快把板子放上去 然后人跳上去 立委走廊没水一样玩得开 立委中嘉宾永迹了得不是新闻 所以为了推广动资券 只好加码撩下去 沙滨PO罩邀网友一起玩屏东 继赴现场时期 大胆换上森巴舞 推销观光之后 再次大解放 不过中嘉宾说 这是情非得意 冲霞热都还没掀起 留言区的网友已经嗨翻 PO出壁东罩 问委员想一起运动吗 阿珍在偷看哦 看来大家都没忘记 中全会主委任士权 蓝绿大战时 和立委陈玉珍相依相守的 不止蒋万安还有中嘉宾 不过同党立委紧械不明 喜欢拿回去 我自己没兴趣 虽然我也没有肚子 那一点点肌肉 但是该也没长臂了 难怪最近有一些 他党的委员 然后会蛮欣赏他 说我的嘉宾 我很高兴他没有很喜欢 阳光沙滩比基尼 还有一个中嘉宾 立委挺政策 牺牲一点又何妨 好 现在阳光沙滩比基尼 后面还要再加一句 屏东的中嘉宾 好 其实大家讲到 这三倍圈 应该很多人都去领了 但是现在呢 还有一个叫做动资券 好 那动资券到底是什么呢 要告诉大家哦 就是从礼拜一开始 7月20号开始 可以一直到7月26号 都可以上网去登记 好 那登记这个的话 还是有分单双号的分流嘛 好 如果是135的话 就是单号 246是双号 好 那7月26号礼拜天是大家都可以去登记 好 那登记完之后 好 下礼拜的今天 7月28号会来抽签 总共会抽出400万份哦 那如果抽中的幸运儿 就是这个动资券 每个人一份是500块 好 那动资券到底可以去买什么呢 它的使用规范哦 就是你去看体育赛事啦 看比赛啦 或是添购装备啦 都可以 好 这个部分赶快来请教一下庆锋啦 这个现在大家 因为今天已经抽出议放券了嘛 下礼拜要抽动资券 好 其实政府加码了很多啦 可是问题是 好 原本的这个三倍券 听说最近诈骗事件是频传 好 听说有人说 网络上撕购三倍券 毁几轨 结果人就消失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庆锋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好像感觉 最近的这个抽奖活动很多 三倍券是大家都可以买的啦 但是如果像是义放券啊 或农油券啊 或像现在的动资券 那就是说 类似一个加码 是要抽签的 不是人人都有 那多少也带动 不同的分众消费 比如说喜欢到这个旅游的 喜欢艺文活动的 喜欢运动的 所以有分众消费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啦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刚刚主持人提到 说有诈骗事件 对啊 这个是这样啦 第一个本身的话 它就是有防围啦 所以不可能 这基本上是不够 那你如果有点回损 你可以辨认以后 是可以兑换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买啦 卖私下这个买卖啦 刚刚主持人讲那个就是 就是有人 我的这个三倍券 我在网络 我就卖 两千九件你好了 或两千八件 那有人做这种弄的事情 想要换现金 是啊 那有人做这种弄的事情 结果可能有买家啦 买了之后 对 费款之后 就是没有收到 没有收到券 是 所以我们不鼓励这种 私下的这个买卖啦 第二个部分 我要特别提醒 当然这个三倍券 或者是各种这个 动资券等等 这种加码的 但我们希望是好领好用 也当公在最异后 或者是这个 这个在防疫期间的 这个经济振兴 起这个加成的这个作用 不过我们不乐见 如果是善意的提醒 难免在领用阶段 会有局部性 或者是流程可以更好的 这个可以建议 善意的提醒 甚至批评都没有关系啦 但我们不乐见 有那个谣言 造假的谣言 是 比如说 有时候去谣传说 哎呀哪个夜市啊 这个三倍券不收啦 因为收了之后 他去兑换 被银行拒绝兑换 因为收到假的 其实就还没兑换 你现在是可以花 连开嘛 大家拿到可以去花 开开心心 吃一顿饭 到夜市消费 三家联了 现在还没去兑换 所以这就是谣言 这些事情 坦白说 大家都是出于好意 希望能够振兴经济 这种假讯息 以前我们受害甚深 希望说在这个 三倍券或其他加码 各部会加码的 这些消费券的 相关消费券的加码 发放过程 有建议 可以提出 做了不好可以批评 但是千万不要用假讯息 我觉得这是真不好 假讯息真的 来请教明玉姐 居然是有议员说什么 商家收到假的三倍券 被银行没收 可是问题是 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对领 怎么现在还没有对领 就出现这么多谣言呢 如果说真的有这种诈骗的话 我觉得就是直接开记者会 你就把这个受害人 或者是说把假的 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 谣言真的好多 比如说苏院长 不是还有澄清吗 好像就是有的人 就指控说什么 折到了 也不能换 没这种事情 这真的是太瞎了 当然我觉得很多人 是在唱衰这件事情 可是你看 像昨天 今天的这个新闻就有报 云林西罗的东南夜市 摊商换现金 他自己就讲了 他包括收券 就收了42万 42万 所以你就说 他到底是 摊商都笑呵呵吗 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确实是 三倍军有带来人潮 但是他有讲到一个现象 就说唯一只有一摊是不开心的 就说地瓜球 怎么说 摊商他就没有赚到 为什么他自己有 当然他也是觉得有点委屈 因为大部分人买地瓜球 不会买到200块 因为我们知道地瓜球 大概就是一袋50块 一人一份 对 可是必须要讲 这个可能也是摊商的选择 因为如果说你选择是不找零的话 那大家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三倍券最少的是 200块起跳 那如果像有的人 大概只买一包 可能50块的话 他又不找零 那当然就是你不要赚不到这一波 那你其他的 其他的摊商 如果你愿意配合 或是怎么样的 你看 他一个晚上收券就42万 很惊人 对 所以这是实际的数据 代表说这个三倍券 大家确实是有在用 而且会用在这个夜市的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会认为说 这个赚钱 大家是人人自由巧妙 那包括有的摊商 为什么他赚得到钱 就是说他有说 如果你用三倍券来买的话 我可能加送你豆干 或加送你一些 有的没有的 当然大家会更踊跃去用三倍券 一个套餐的概念 对那我举这个新闻的例子 就是要打破说 很多人就说 夜市摊商是不能用 因为什么这个摊商说 你这个券不能换现金 但是这个确实不是 你看包括这个 我刚刚讲的云林西罗东南夜市 他就用数据来告诉你 所以你看我这几天 这个有去 有去这个包括超商什么的 都有发现说 其实民众还蛮踊跃去换这个三倍券 大家会觉得说 有这个福利为什么不用 那其实我们家大概也是 早就用在那个 半店都早就用完了 已经用完了 你已经振兴完了 那像我有的朋友 直接去换那个 譬如说直接去换冷气 那个也是全家通通都丢出来了 所以确实 那当然大家会 像我已经用完了 我就希望 可以再加码 对啊 明依姐可以来抽这个动资券 这个礼拜开始来登记 我刚刚跟庆丰主任 其实我们两个心情都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两个义文券都杠估了 没有抽中这样子 没关系 下次这个礼拜再来这样子 是是 就希望可以再加码 就是刚才明依姐讲到三倍券 买冷气啦 逛夜市真的都很好用 包括大家都知道 威力财经连续46期供估了 下一期投奖 对刚才少庭议员讲25亿 那其实去买这个公益财券 三倍券也是可以用的啦 请教少庭议员你领了吗 领了领了还没有花 还没有花 我看那个彩金可不可以再往上高一点 再高一点我再去买就好了 不过这个 当然当时设计这个制度 这制度已经设计好了嘛 所以当然会衍生一些像 找零啊不找零啊 或者是这个钞票最 最比较细节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说 会有人会怕说不收 会有人不收 我去问了一些摊商 他的讲法就是说 因为真的还是会有怕收到假的这个疑虑啦 大家想一想 其实连钞票都有可能有尾钞了 那这种东西啊可能我们 这个其实在地方上可能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 就会觉得说 这某可能是硬假的啦 你如果想到假的你到时候到底有活动去玩吗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可能还要在一段时间 让我们的民众能够习惯用这个东西 然后当然了包括我们这个 我知道行政院有在宣导啦 说怎么样去看真伪 什么九字真金 什么要摸一摸 看一看 转一转什么 但是说真的 大家都第一次领到啦 你也没有办法拿到就知道说 到底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嘛 不过当然我们是乐见整个三倍券 对于整个经济的刺激啦 这是的确是的 那你看这么多人去踊跃去做 其实刚好又遇到暑假的时候 我们也期待说 整个经济可以往上再上来 不然我觉得大家在前一阵的疫情的时间 的确大家真的是苦过头了 真的三倍券刚好又碰上暑假 真的很多人都出楼来国内旅游啦 想要请教这个温生温大哥 其实当初我在讲三倍券的时候 很多人啊包括在野党很多人也看衰 可是到目前为止 民众去领三倍券 这个态度是非常踊跃的 温大哥 当然踊跃啊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钱啊 因为可以看到像这样的用词 拼商机啦或报复性出游 是 现在全球写的中间啊 你可以看到说西班牙 或者美国乃至于日本香港 香港都已经不上班了 但是台湾 好像全球一枝独秀 我们在刺激经济 是 对这个当然是可喜可贺啦 其实我回顾一下 当年就是今年三月 你看经济部长这个沈隆金当时松口还有coupon券 这个可能到时候到最后一种券又要跑出来了 coupon 这个那时候已经就透露了 昨天呢农委会这个你看农油券 五百万张啊 动不动就是四百万张 五百万张 所以啊将来可能你这个口袋掏出来不是只有新台币啦 我看可能还挑来挑去要用哪一种券 最好能够再花一个同心理券 从就是这个折礼的 你这么看 偶尾标 我也可以 快